回到現場最新消息 來看到高鴻安一連串的爭議 包括了跨年晚會 以及豪宅跟豪車 背後都指涉跟建商有關 到底有沒有對價關係 來看高鴻安的最新回憶 因為其實確實 他們公司好像真的蠻複雜的 因為好像又有 我看到是又有什麼投資 又有什麼建設 其實我對於這一些建商 他們的公司內部的一個架構 跟結構真的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熟悉 但是呢 我們看到說 這個工會舉辦這件事情 其實它是行之有年的 那我們當初楊縣長來 跟我們做聯繫 其實也是因為 過去尋網曆 其實新竹縣的跨年晚會 都是由這個 新竹縣的這個不動產工會 來做舉辦 那這一次的話呢 是說因為楊縣長他得知說 我們有追加這個預算 那有可能就是 我們也要辦跨年 那當然楊縣長 站在大新竹共好的情況之下 如果說兩個縣市 在這麼近的距離 都來舉辦跨年活動 他認為說這個 力量可能會分散 所以才會在五月開始 一直到七月呢 我們其實就有在互動討論 是不是新竹 大新竹縣市 這個跨年的活動 是不是可以 不需要分散這個力量 所以才會有後來 大家所知道的 那新竹縣的不動產工會 跟新竹市的不動產工會 那他們已經有提出 他們希望來舉辦 跨年晚會的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跟方向之後 那後來我跟楊縣長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就一樣 跟過去往例一樣 就是民間來自己辦 那我也特別跟我們的 主計處 這個來確認過 如果我們追加的 350萬的這個跨年活動的預算 是不是可以留用 不會浪費 那主計處也跟我說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呢 這個事情就這樣子定下來了 那絕對沒有所謂的什麼 什麼建商好朋友啊 或什麼的 如果真的要講建商的關係的話 我想我們的執政黨 應該會有更多 跟建商的關係 這個部分 可以讓大家細細來探究 那我這邊我就不再去 對於這個建商的部分 再有任多的一些 大家有太多的想像 其實真的都是大可不必 市長最後一提想問一下 那持續黨值部分 是不是覺得說怕這個 影響到民眾黨的選情 呃好 這個持續黨值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在上週的時候 我已經向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的柯文哲主席 主動提出我要持續 包含應該上上禮拜先 跟他提了新竹縣市黨部的主委的職務 那再來是新竹市 這個選 我們的 台灣民眾黨的選舉決策委員會的委員 那以及中央委員三個職務 那其實理由很簡單 第一個理由是因為 呃我現在目前是新竹市選委會的主委 哦那依據這個選罷法的規定呢 其實在九月應該是十二還是十三號 開始進入總統立委大選之後 那新竹市選委會主委 必須要維持中立的角色 那我想這也是 當然可能其他的縣市首長 他可能一開始他就沒有擔任 選委會的主委 但是因為我在上任的時候 擔任了這個選委會主委 所以變成說我現在 就算說我現在要請辭 那行政院要核定 可能也會趕不及在九月十二或十三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當時呢跟我的人事處處長討論之後是覺得 那我們為了這個就是符合選罷法的規定 不要有任何可能的模糊地帶 違法的地帶 所以我們就來做這個黨部相關的職務的請辭 所以呢在這個黨部的部分 地方黨部的部分 新竹黨部就交由李國璋議員來擔任主委 那我們的這個選決會的部分 這個選決會委員的部分 昨天聽到是已經請辭也收到接受 那中央委員的部分是現在目前是說 昨天在中央委員會上有收到晚留 但是因為我未留 那因為我本身沒有參與這個會議 我昨天沒有參與中央委員的會議 那我請假 那就是我可能會再跟這個主席討論一下 就是這個委員們的未留的部分 是不是要怎麼樣來做處理 但是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是我主動請辭這個職務 為的是希望能夠更加專心施政 為的是能夠在選舉當中 在選委會的職務上 沒有違反選罷法的這個規定 絕對沒有像外界所提到的這些什麼 我記得那天好像國民黨也有一個議員提到說什麼 好像是民眾黨要開除黨籍 我想這個真的都有點太誇張了 希望大家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還是要能夠查證 要有一些約定的基本的 大家可以去查證多方求